我们这里其实有五金小王子们 有刘雨昕Shaking 然后还有赵铁牛 都很喜欢戴五金 就是手上太多 配饰 就是那个戒指 对 他们还会战斗戒指 什么项链 然后这个耳环 什么都得要 太多 不要输太多了 我要Cue一下刘雨昕 你知道吗 当年在长龙的时候 她的尾戒是一颗 非常朴素的一个银色的戒指 现在不知道怎么 好像是手头比较宽裕了 她的戒指 你就变成上面带钻 刘雨昕当时就一盒 里面全部都是搭配的 没有 当初尾戒只有这种素版 没有现在五个钻石的这种版本 不得了 全部 灭掉了 这是低调的说法 对 我还要吐槽那个许佳琪 我跟她已经七年的队友 八年的队友了 我可见识过她的成长 她从那个最开始 她是那种 就是碎花混搭风 你们能想象到吗 就那种绿色格子裤 上面配一个绿色的碎花衬衫 然后那种在背一个帆布的大包 上面写着暴富 听到 他拍了 许佳琪 你写那么多人 是为什么 因为我都想吐槽 她对你们的穿搭都不满意 好多人 对 就是预言呢 我是觉得她平时的衣服都宽宽松松的 然后像她今天穿的这个紧身衣 就很能凸显她的身材 我觉得她以后可以多穿一点这种 红雪儿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泡泡秀小公主 对泡泡秀情有独钟 完事 然后但她最近现在已经进化成泡泡秀没了 变成吊带小公主了 完事 这个我补充一个故事 然后你再接着说好不好 就是有一天雪儿她问我 她说 为什么每一次我去逛街都能被人认出来 我说就是很少有人会穿泡泡秀露背的去逛街 然后只有你一个人 你说不认出来你谁认谁 然后那个刘雨昕 都说了就是五斤太多了 希望你们就是以后可以稍微 现在金晶老师也是五斤小公主 好有感觉 我知道了 这个是女团手 对不对 这个要说一下 金晶最近也是手头宽裕点了吗 代言也是 赵小棠 赵小棠的穿搭太值得吐槽了 就是我刚进长龙的时候 我赵小棠 孔雪儿是一个宿舍的 因为你知道我的穿搭 我对我自己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我会关注跟我住在一起的人 到底他们的水平是怎么样 然后赵小棠呢 就是属于那种 从头到脚全部都是logo 然后当时其实我是不愿意跟他走在一起